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是因为我们现代人越来越注重保养了 所以我们这期名医花养生就要和我们聊一聊 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以让我们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变得长寿呢 一起去看一下吧 开始 自古以来 追求长生不老 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 对于老年人的地理 古人有五十儿之天命的做法 胆石的生活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 上海地区目前人均寿命已达到女性八十四年五岁 男性八十一岁 1995年 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划分年龄的概念 把四十四岁以前的定为青年人 四十五至五十九岁叫中年人 六十至七十四岁叫年轻的老年人 七十五岁至八十九岁叫老年人 九十四岁以上的是长寿的老年人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延缓衰扰的到来呢 民意栏目组为此走上街头 听听市民的想法 三十四岁的老年人 三十四岁 皮肤松弛 精力不足了 好像觉得人无缘无故觉得累了 腿啊 疼啊 腰啊 腰很不舒服啊 看东西嘛 还有矿 像我现在这样矿子可能就变了 心情要舒畅 多吃水果 蔬菜 多走走 多锻炼锻炼锻炼 然后到了一定年龄 可能需要适当地补充一些营养品 民意化养生 全世界堂优等生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民意化养生 我是李强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美小户王嘉 今天呢 带着各位啊 我们一起要来畅谈一个 关于衰老的话题 虽然是说衰老 但是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 一点也不老的朋友 一位是 请恋恋 咱们熟悉的秦老师 欢迎秦老师 谢谢 谢谢 另外一位 长宁护记团演员陈苏平 欢迎陈老师 大家严肃熟悉 咱们说啊 现在的人啊 真的是很保养的 保养的 那当然不是说两位年龄大 不过我还是要先来稍微的问一下 陈老师您今年 老三 哎呦 咱们 咱们 陈老师今年 47 47 两个人的年龄都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很关心 是否摔了这个话题 好啦 这期环球抢先看 就要这样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